- 嗨 大家好 我叫凡凡 今天呢 要来分享再品尝不过的东西 就是我平常会戴的帽子 因为我真的很不会整理头发 就算我染了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叫耳圈染 然后我这边也有挑染 可是其实我平常就是 没有整理头发的时候 我会觉得头发很单调 所以我就会用帽子来演示 我今天会分享一堆帽子 可是呢 我却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 是因为我每次看到帽子都是 比如说在路边摊一家衣服店 或者是一些服饰店 比如说H&M 都有 就是各种的店面 只要我看到有帽子我就会买 而且我不会记得品牌 因为我没有品牌迷思 就是我不会一定要买 就是有品牌的帽子 除了我个人真的是除了这个 Kango Kango我买的超多顶 因为这个颜色跟它的帽型 就是它有size可以选 所以我会比较偏向 如果帽子的话要有牌子 就我刚刚就是 自己打脸自己了 我就是还是会买Kango的帽子 那我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买到店员都认识我 那我今天分享的帽子 我就尽量想得到在哪里买 我就跟你们分享 因为之前我看过第一看有一篇文 有人就是狂问说我的帽子在哪里买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很幽默的网友就说 我是买那个外带 外带碗 那他们讲的那个外带碗呢 就是这一顶 因为我校园有拍影片 然后大家有问 这一顶我好像是在 Kingshop的网拍上买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白色 那个时候是偏热 所以我觉得白色呢 会让我整个看起来比较 轻盈的感觉 转过来又可以当 我买了好多颜色 这一顶呢 其实我平常不太会带出门 因为会看不太到路 就是如果你想装低调的话 你其实可以带低一点 就是完全看不到路的状态 然后也显脸小 你们看一下下脸到底在哪里 完全遮住一半以上 然后完全看不到前面 看起来就很一样 很低调的情形 喔!又是一个cangrel 我买了好多颜色 这是黄 色 这是我人生第一顶kango的帽子 我一买就爱上了 然后就成为会员 每一次都买 跟大家推荐很多次 就是因为我真的还蛮常戴 大家看我的IG应该就会看得到 那接下来的渔夫帽就是我最常戴的 然后大家也最常最常问的 可是你们一定会吓到我到底在哪里买的 好像才200出头 我在net买的 这顶呢我觉得非常好搭 因为不管你是穿深色还是穿浅色 只要戴这顶我就觉得 我头发都不用整理 乱七八糟翘 也好像一个造型一样 就我常常在net就会看到帽子就想买 因为便宜又好戴 那这顶好像就是虾皮那种 可是也好像很少戴 就是我有时候穿一些比较ladies的衣服 穿一些洋装类的话我穿 我戴这顶 然后我之前有接长发 看起来呢就非常非常的有气质 我也太多渔夫帽了吧 又是net 毛帽型的渔夫帽 这顶呢其实我也还没带出门过 因为天气都还没有到那么冷 但是呢之后呢 总有一天一定用得上 因为它这样其实蛮方便 它都可以折你喜欢的造型 不知不觉怎么这支影片又变得很像 net的热配 我真的都没有收钱好不好 我是真的喜欢什么都很爱去买 我很爱花钱的各位 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收钱 我才会帮你 但是又是net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又是net的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我就买了 虽然我也没有带过 但是我就觉得 喔 好像有机会带到喔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去露营啊 或什么的 去露营的时候 感觉可以带这一顶 那就很舒服 又很好搭 牛仔色 那这一顶呢也是net 好像也才200多块 赞赞赞 好多渔夫帽 那这一顶我也蛮常带的 这一顶是粉红色的 夏天系列的看购 这顶粉红色呢 我平常穿白色或粉色都非常的搭 然后因为有时候带这个啊 就是我刘海没有修的话 我就会直接往旁边剥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等于是我一整天都不能把帽子拿下来 不然会很好笑 不然就是这样 这一顶 我很喜欢 这一顶我好像是在韩国买的 因为韩国都很多这种黑色 然后低调型皮鱼肤帽 看起来就是穿黑色的时候其实就还蛮适合的 我今天是穿一个长裙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出门了 这一顶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是在 好像士林夜市买的 这一顶是在士林夜市的 那个女装店 我想一下有没有店名 反正它就是在 肯德基过去的一家店 然后反正我就觉得紫色很好看 可是紫色也有点太不常带 然后所以就也没有很常带出门 除非之后有什么活动 或是出去有穿搭可以带的话也会带 这一顶我也记得店面在哪 印象很深刻 因为它不贵 而且它可以双面带 最近我是在AB东区的那个服饰店 然后他们人很好 他们就是我去逛道都认识我了 可是我发现买了以后 这么毛的帽子真的好少戴 就是台湾真的没那么冷 但是真的很好看 所以我一试戴我就决定要买了 因为好像才两三百块 那我的渔夫帽好像就占领了 我所有的帽子的柜子 又是kango 黑色最好搭 很常带出门 因为它的帽颜也不会到很低 所以你就会觉得可以这样子 直接带了就出门 然后也看起来非常随性 又有打扮的感觉 所以我来算一算 我kango的帽子就有四顶 然后也不是业配 就纯粹就是喜欢 接下来就是那种有品牌 平常比较不会带到的 这个是kuma的粉色 那为什么我会说比较不会带到 因为这种呢 就是要穿那种很辣的运动装 或者是比较嘻哈的 那我的体型真的比较不适合这样穿 因为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hot 然后非常的寬 所以呢平常就是也不会这样搭 可是如果有活动的话 我会觉得这一个会是很亮眼的 哇 我发现他的吊牌没拆 而且我也还没带出去过 不然我们来做抽奖好了 就是抽这一顶 E380的Puma最好看的渔夫帽 为什么我会说最好看 因为我很喜欢粉红色 然后我就是歌爱送给大家 哇因为其他我都带过 然后都偏脏 所以我想说送你们干干净净的 然后吊牌没有拆的一顶 那要怎么获得呢 你们只要在下面的留言 分享你们最喜欢我戴的哪一顶帽子 然后并且说我想要抽凡凡的帽子 就只要这样 然后分享这部影片就可以了 不管你分享到 IG也可以 线动也可以 然后Facebook也可以 反正你们就平心而论 我不会认真检查 可是如果你们有留言我就会抽 好不好就有机会抽到这一顶 Puma的渔夫帽 那我继续分享 这一顶也是 运动品牌Rebook的渔夫帽 这一顶我还蛮常戴 因为我会觉得它的帽型很好看 而且它是白色 所以它会显脸白 有没有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我觉得渔夫帽的好处就是 让我的脸型可以看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胖 可是其实我的脸是白 就是偏瘦的 因为我的身体很胖 但是我每次都是最晚胖脸 所以我有时候胖到后面 我都会没发现自己变胖 就是因为我脸比较不容易胖 那这一顶也是运动品牌的渔夫帽 那接下来这一顶也是我最近也蛮常戴的 这一顶我好像是在网拍买的 可是忘记是哪一家网拍了 很多人问 但是我真的忘记了 如果我想到的话 会在下面叙述跟你们讲一下 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网路上 只要搜寻渔夫帽 很多都有类似的 但是如果你们害怕 就是真的买错或什么的 你们就不要买太贵的 然后也可以去服饰店试戴 就是可以找到你们适合的渔夫帽 那接下来这一顶是我在海边 跟我在夏天的时候操场戴 这也是Net的 这一顶好像也才两百多块 然后我会穿一些比较清凉啊 夏天的时候戴这一顶都很好拍照 我帽子最多的第二类 我第二类最多的帽子就是什么 是贝蕾帽 我帽子真的就是这两种而已 就是渔夫帽跟贝蕾帽 然后这个是我跟罗君硕去台中逢甲约会的时候买的 那个时候好像才刚在一起 然后我就看到路边摊有这顶帽子 然后就跟阿姨说 阿姨是怎么卖 我还在跟他吵架还价 然后罗君硕就走过来 反正我觉得他一定忘记了 因为已经两三年前的事情 然后他就走过来说 我帮你买 我付钱 他有时候会突然 他不会平常送你礼物 可是他有时候会突然就想说 我付得起 我送你给你一点开心这样 好的 那这顶就是冯家买的 好像才250而已 那这顶呢 哇 又是net 我现在介绍的都是黑色的部分 其实帽子啊 你们戴习惯了 你们就大概知道自己要怎么呈现 然后你们会觉得 我怎么戴这么快 好像似乎都不用整理 就是因为我已经 差不多知道这个帽子的特性 然后可以怎么戴了 所以我会戴歪歪的 然后这样子 小小的 刚刚好 那今天这样子的穿搭 其实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我在网路上买的 net的 359 你看掉牌都还没拆 我会买紫色 就是因为我觉得 紫色其实有时候也很可爱 就是一个小亮点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要怎么穿搭的时候戴 才刚买而已 那这个粉红色的 我忘记在哪里买的 但是呢 他也很好戴 然后他的帽子的型也很好看 也比较不容易撞 跟外面比较不一样 哇 怎么全部都是net 这一顶也是net的 咖啡色也很好搭 所以我也会买咖啡色 接下来这一顶 也忘记是在哪里买的 但是他还不错 他可以调帽子的大小 然后可以这样戴 可以这样戴露出这个 比较挺 有点像警察帽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这样戴 像刚刚那样 然后露一点刘海 平常呢冬天我也会常戴这顶出门 这个之前我很常戴 绿色的 这种帽子呢 我以前还蛮常戴的 但现在 最近比较少戴 就是之前长发的时候 穿个洋装 其实戴一个绿色就蛮好看的 那这个也是我在AB买的 那这个也是我在AB买的 这也很方便才200多块 就是黑色啊 最素版 黑色的就是很好搭 就可以出门 这样 OK最后一顶了 最后一顶 最后一顶就是MJ Fresh的 平常也会戴 有时候呢 戴鸭舌帽的好处就是 没有橡皮筋 你会觉得很热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把后面的那个扣环当作我的橡皮筋 对我就是这么freestyle 就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把头发塞到后面 其实就很清爽 你就热的时候 戴鸭舌帽是最赞 因为热的时候戴鸭舌帽 大家也会觉得 你有整理头发 或者是 其实也是蛮好看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想要这顶Puma的 渔夫帽的话 记得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如果还想看 我有做什么样的分享 或是什么样的影片的话 再留言跟我说 喜欢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还要记得开小铃铛 小铃铛要开什么什么通知的那个哦 那我们下次见 掰掰 今天分享到这里 掰不